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這個近平與我 過了第一節之後 我們就將兩位嘉賓出來 就在樹洞裡捐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耀 Hello 我是映晴 小耀和映晴又上來跟我們說這個近平與我 我對於近日的貿易戰怎麼看呢 事證的一個節目 到底特朗普 他叫我E.O E.O 看他的樣子擦擦擦擦擦 我以為他脫掉了尾 他脫掉了褲子 我以為特朗普是長臂怪的 他跟近平都是朋友 最近又說要開茶會 不過是叫副部長去開 小耀就說他很慘 小耀看電影的時候 就被門口的職員撕破那張票 從那一開始就哭到面場 撕破那張票 是大浮誇 很可憐 你是哭得很厲害 其實因為我看電影的時候 然後我已經遇到… 哪個導演啊? 就是E.O 風暴 之前導演播的時候 我已經遇到這部電影 我一定是哭的了 所以我也帶著手巾進去 等一下我們剛剛一直在說 我們在這部電影看得很開心 還有感動 也很開心 是 堅而有之 是 我也是很感動 但是為什麼去到淚崩的情況呢? 就是因為太感動 所以要淚崩 所以我也遇到自己一定會哭的 但是沒有想過其實… 我也知道我的類點是比較低的 那一開始 茶會開始 讀完那段程式 因為其實你已經知道 是會一個分離的開始 那我就已經開始哭 那時候應該是開場 大概五分鐘左右 那其實你知道這部電影說什麼嗎? 哈哈哈哈 我哭了 我也有看電影的 那好像看不到 一哭了 站上來就什麼都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至於淚崩 那時候很感動 開始有眼淚流了出來 所以他一直一直停止 到近乎完場為止 我自己很記得 有一個個人的經歷 就是跟小瑤看這個畢業篇 動畫的畢業篇 薩先生 薩先生 薩老師 的畢業篇 他由大概是 薩老師出了一個招鬼本器弓 打爆了那隻爺爺之後 他在半死的狀態下 薩耀就開始在那裡哭了 然後那裡 因為他還要點名 搞這九路那裡 前後搞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那薩耀就哭了半個小時 這部電影應該是兩個小時 如果由頭五分鐘開始哭的話 那其實 那個戲院應該不一樣 究竟小瑤人體的水份 喪失有多少呢? 他就可以繼續 有支兩哩的水 補充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這部電影 看的時候 固然都 你說感動都感動的 但是 好像剛才這樣說 其實他都很老生常談的事情 我唯一喜歡的point 應該說我不是不喜歡他 但我最喜歡的point 是 他鼓勵大家不要太忙 是啊 要放鬆 我會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都是很經典 迪士尼的電影 就是都會跟你說 阿里達 即使你大一個座都好 你不要忘記你的童真 你不要忘記 其實你都需要去玩的 而不是任何時候都只是埋頭虎缸去工作 這個其實是很classic Disney的故事 或者是 迪士尼想保持這麼多年來給大家的一個訊息 你始終都要有 你在心裏面要有一個夢幻的角度 那你那個可能是 好像你和Winnie他們一起玩的角度 又或者其他 但是你都要有一個六周的地方 給自己去休息 例如Sunny就是三上 三上有阿 三上有阿 播放多東西 即是要有些童真 小時候開始看 小時候開始看又吉澤明報 但是你要保留 千萬不要刪除了 我自己其實是 看完電影 另外有一些朋友的WhatsApp Group 我跟他們說這部電影是好看 他們說 即是他們有些意外 我跟他們說 如果要類比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Toy Story 其實我跟Toy Story一、二 我猜真的很像 就是 安迪他已經不記得了自己 他已經不玩這些玩具 而他是說 對玩具來說 你不玩那件玩具那件玩具 他的價值就會降低 但是其實他本身 安迪從小到大都很喜歡 胡迪、巴斯光蓮 但是他漸漸大了 他少了玩玩具 忘記了這件事 其實跟這部電影的訊息是很接近的 但是Robin 我想比安迪的年紀 還要大很多 所以他面對的事情 跟我們這群坐著的人 可能會再近一點 我想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跟安迪他不一樣的是 你對於他們而言 對於Robin而言 他不是這麼簡單 他是朋友 真是朋友 真是一個朋友 他小時候的一群一起玩到大 對不起 不是玩到大 但是他又很深厚 你想想他會跟 因為那群玩具是他們自己開派對的 但是你當時 大家可以回想 可能是五、六歲 可能住在屋邨的那群人 當然現在可能我們已經再沒有辦法聯絡了 森林不電 我們已經找不到這些人 因為我有一點點 和曼記的看法不同 我自己看《Toy Story》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 安迪從小時候都當他們是朋友 不單純是玩具那麼簡單 你見到他每一個都很 雖然你每一個是你的朋友 腳上問自己的名字 清明 我的名字叫清明 你另一個名字叫重陽 你會看到安迪都當他們是朋友 但他又是慢慢忘記了 或者他被其他另外的東西吸引 我想另外一個分別是 安迪甚至當胡迪他們是朋友 但安迪很清楚 胡迪他們其實真的是玩具 是死物 他是在玩弄他們 或者在安迪那裡 他不知道這班東西是那麼猛 那些玩具走來走去 不同的 Sunny那些人形玩具 他真的當他是人 原來就是這樣 對 跟我們玩 所以感覺是會不同的 你相信我 你是賺錢的故事 你就賣他出去 那 那謎底解開了 那Merry這陣子有沒有找回你 叫你不要 不要太寂寧工作 終於可以繼續 但是在Renie DePoe的故事 你真是一個 童年换伴 我反而覺得有點像 就像Peter Pan的世界 你小時候 會在一起 我記得 Rober Williamson 做過那一套 Peter Pan 不過反過來就是 Peter Pan來到現實世界 跟Rendy 雙宿雙妻之後 那個人成長了 出來工作 不記得了 原來我是小飛俠 我是可以識飛 我想也是有點像 類似是這些 如果是類近 我會說 Peter Pan這一類的類近 聽眾阿森就說 其實整套東西 都在呼應1977年的維尼動畫 動畫的尾就是現在電影的頭 阿森之前也傳過一些影片給我 就是這套 1977年那套維尼動畫 在Youtube其實是找到的 他也傳過給我去看 我也看過一下 裡面其實 又是說阿維尼去找一些朋友 中間的很多情節 或者一些動作 其實在電影裡面都有用 即是一些致敬的東西 有些致敬的位置 當然你沒有看過那套電影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但如果你有看過那套電影 其實是致敬的位置 反而我的次序倒轉來看 有一點點彩蛋的情分 挺有趣的 而阿森也補充說 Dwane Ruffin其實是 維尼一直以來想表達的訊息 是不是呢 阿森好像也很熟 以前有看他們的Story Book 其實他們的繪本 通常都是真的無所事事 有空氣 突然間就會有一些 日常生活的小意外 小驚喜 你要去克服某些困難 基本上他們全部的故事都是一個類似的模式 所以Dwane Ruffin的確是他們的核心 我自己看這套電影 我最喜歡的一幕 其實是Christopher Robin的女兒 帶著他們其中四隻 找他爸爸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不是看過很多小鴻圍 我到這次在電影中看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他帶過去的四個角色 其實是四個Christopher Robin來的 對我來說 他是內藥的Christopher Robin 他是比較反叛的Christopher Robin 他是一個比較沉悶的Christopher Robin 以及最沉悶的Christopher Robin 即是無路 即是Rick Robin 他的女兒就把這四個角色帶給他爸爸 我覺得這一幕對我來說 即是你說我有沒有過份解讀 我不清楚 但我看這一幕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有意思 就是由Christopher Robin的女兒 將他的童真帶給他媽媽 我自己反而喜歡 剛才有說 Rubin回到樹林的時候 看到那群動物 他們不相信 就是以前的Rubin 他就做了一場戲 當然那一場戲也很搞笑 但其實我喜歡這一幕的原因 就是因為 故事的劇情推進 就是一直說 其實Rubin已經變了 他已經是老城派 已經不再像二節一樣 對 但他就是憑著要找回你 就是在這裡的時候 他慢慢重拾那種小朋友的時候 我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去贏得回這群朋友的信任 就是要找回我當初的那個Rubin 就是變回以前小時候的那種 他整個心態上的那個轉變 我就是特別喜歡你一幕 我覺得因為他在 你說的是打場地怪 對我來說那一段是一個小契機 但是因為他過了那一段 他醒來之後 他第一人想的事情都是工作 沒錯 所以他就是要回去 但我看到他是有那個轉變 因為之前他不斷地說 算了 我還是要走了 不要煩 就是他在那裡罵阿維妮 就是說 你怎麼會走錯路 但是當他醒悟過來 就是比喻臨完之後 有那一段 還有那一段 還有那一段的有趣就是 他跟E.O.是兩個人在唱相黃 這個真的很好笑 你說起剛才那一段 我有一個很細節的位置 看完之後 一直在想和討論的就是 他就說 糟了 我睡了全天 已經到明天了 接著Vinnie the Pooh就回答他 今天是今天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最近 都開始接觸一些關於哲學的 原來明天是永遠都不會來 明天是一個不存在的概念 因為你永遠都不到 今天就是今天 你到明天其實就是今天 所以其實不需要為明天擔心這麼多 因為明天是不會到的 明天是永遠都不會到的 活在當一下 其實這一下他也是在這套戲 雖然是一句 但他也是trigger了我去想 其實他這套戲就是 你要生活你要愉快 你要享受這一下 明天一定不會到的 你永遠都追不到明天的 或者你永遠都有明天去追 那也不一定 可以 你不要想到自己的長命 在 logic上 你永遠都要追 你不知道他來不來 但總之 一定不會變成現實 但又反而 因為你用得追這個字 哲學就要 阿敏還有自己 那也不一定追 因為小紅維就跟你說 你等他來吧 做事都可以 他自己會來 要來了 就是等死你一定等到的 是 死亡時總到處 你了 所以我覺得是 有人問這套戲 是不是黑暗系 你看到跳跳虎 你就知道 跳跳虎 雖然他的膚色是黑一點 但其實他不是黑暗系 你不要搞錯 他是溫馨小品 畫面上是比較黑暗 因為倫敦的景色 比較灰 比較灰 補一補阿森說 他就說 整套戲最迪士尼的地方 就是後半 港道維尼 以及森林是真實存在的 原作也好 以前的動畫也好 都沒有清楚交代過 他們是羅賓的幻想 還是真實 這次就 告訴你 是真的 其實也不肯定 可能這次的《維尼遇我》 剪了一小節 就是他帶了他女兒 跟他老婆一起去黑暴 補一段 補一段 這個就一樣 全家 整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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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火鍋 不是這個意思 那棵樹 那棵樹是草 你燒了它 就算 整個 整棵樹 一齊人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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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 נ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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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跳 喜歡跳 很危險 真的比較認識不同角色的性格 以前大概知道 E.O個人會爐騷王 但這次原來他比較厭世 E.O不是爐騷王 爐騷王是兔子 E.O其實就是 E.O是不如一槍打死 對 很正常 E.O就是沒有人理會我 沒有的 沒有人見過 因為剛剛這個星期 前面就去了迪士尼 他有個小紅維尼 其中有一段 就是每個角色都在說話 E.O最後那句 永遠都是 永遠都 從來都沒有人關心過 其實他是一個很需要關懷的 他是什麼動物 爐仔 爐仔 爐還是女 爐 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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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 爐 爐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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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的那一段 其實我不知道是為什麼 但我看這一套才能確認到 《Winnie the Pooh》裡面的角色的設計是怎樣來的 我小時候可能看過那些卡通片 我純粹覺得好像看《多拉蒙》 大熊身邊有一些不是人的 走來走去 但沒有特別想過那個角色 設計是甚麼 可能這套戲對我來說 可能是Robin變了我的真人 我反而會想到多了 沒辦法 自從我做完我那次的演出後 我就已經回不了頭 我覺得小熊你本身是一套咸片 他塗蜜糖 吃蜜糖 他塗在眼睛 肯定是 《為你的50度》的陰影 很危險 阿森有提過 他對這套戲都有很多研究 他說特別是《為你嫌棄》 不是 Robin為你 《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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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紋嫌棄的思想 尤其是椅子 習慣 lei 我反而覺得她們做得很殘舊 對 我覺得她是故意 所以要配合那個練 可是他們如何配合完 譬如Winnie the Pooh 自己逃失時 她是被小朋友拿走的 在其他人眼中她可能是一個武功仔 但是突然之間動的時候 會說話便會害怕 譬如你警察和士司機 都覺得是一堆武功仔 所以武功仔的質感我又覺得正常 是正常的 但好像映成這樣說 會比較舊一點的感覺 我自己看 我覺得她是為了令到真人和CG中間的距離不要太大 好像我們剛才提過 譬如太空的阿俊 Space Jam那些 因為卡通和真人的部分其實是很角列的 雖然他們放在同一個畫面 但你能分得到到底哪個是卡通 哪個是人 而她這套是想把東西比較模糊化一點 所以那些公仔是做得比較真實向 比較無公仔 然後有一點殘舊的感覺 還有我覺得殘舊也可能是 因為他們是這麼多年長大了 他們是經歷了很多時間 所以你會有一種殘舊的質感 如果你太光鮮的話 反而沒有那個年代 沒有那個年代 但茶會的時候好像也是這樣 茶會的時候是比較乾淨的 他們是相對比較乾淨的 我其實就沒有特別去想她究竟有幾殘不殘舊的問題 反而我自己不是很… 因為我純粹是主觀的 就是因為我平時看的圍尼是… 鮮黃色 對 就是那種殘舌 還有她的肚腩不夠肥 是啊 我都很像 頭部不夠方便 然後肚腩不夠肥 眼睛擺得太近 我真的最在意是肚腩 其實圍尼是不像的 其他那些都更可以 圍尼是不像的 不過有圍尼是… 所以她認不到圍尼是不像的 因為你本身在這個世代上 都是有很多個的變種 就是有很多種的畫法 那我那句就是拿其中一種的形狀去做 是 那… 大概是這樣 第一我想問一下 小瑤你自己… 是她的最深刻 是變成我們第一次 我們自己分享過 有說到自己的 那時候你還沒讀 最深刻的 我想應該是有個女兒 即是她們遇到女兒在那裡打網球 是的 然後… 咦?女兒就發現 為什麼有這群的動物… 不是動物 不是動物 小朋友的存在 是的 初初很驚訝 但很快接受了 然後再帶她去倫敦 這整段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一段 即是剛才是說的 譬如是… 剛才Sunny是說 她女兒帶回童真給爸爸 這是其一 其二 我亦都覺得 這群Vinnie的Pool Vinnie他們 是… 代替爸爸 去教女兒 什麼才是真正的童真 你的童年其實應該是怎樣 應該玩這些 是的 不是每天只做功課等等 因為… 其實你看到 爸爸是沒有給她一個真正開心的童年 都叫她在暑假做作業 即是那些很高壓的 那些很高壓的 為了你將來好的 跟你在晚上讀書的時候 那個女生你跟她說故事 你跟我說… 經濟論 經濟論 即是那一刻什麼事呢 但是… 這一群也是教女兒 其實一個小朋友的童年 應該是怎樣去成長 其實我覺得是兩邊都有的 所以我… 看的時候呢 我又覺得… 即… 如果你作為家長看的時候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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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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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夠 一些衣服用的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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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同年的小朋友 或者你自己也好 你不要讓世俗的事件 這些情況會把你洗走 你也要找回你的本心 或者給同年的小朋友 我看到阿森補充了一句 其實Robin是作者Alan的兒子 所以公仔和動物 就是Alan應該說是Robin會接觸到的動物和玩具 他不是兒子接觸動物都這麼有趣 他接觸到熊 很苦啊 可能是俄詩人 不 你跟老虎子說 跳跳虎一半是膠 所以他才可以彈跳 是這麼強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有人的評價 看完這套戲的評價 覺得如果小朋友看的話 會學習了狗的戲呢 我看到網上有人寫 但我沒有深究那段文 我看到那個題目 但我沒有刻意進去看 我看到有人說 他覺得這套戲 讓小朋友看的話 會令小朋友覺得 戲是沒有問題 戲是真的沒有問題 首先要說 那就是這個人看完這套戲之後 不知道這套戲想告訴我 我問著 你為什麼會得到這個訊息呢 他是要教你適當地放鬆你這個人 busy doing nothing 不是真的放鬆 busy doing nothing 其實是 你要做一些 你進入那個狀態 你要做一些 令你 放鬆的 愉快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 自自然而 就會令你帶到你 去獲得一些更好的東西 譬如他不上班 其實他換來的是他 不是 他不是完全不上班 首先 放假的 要懂得放假 而懂得放假 然後他得到的就是 可以重獲 他跟他太太和他女兒的家庭 就是 busy doing nothing 不是跟他說 上班 你瘋了 不是吧 他不是 爸爸跟你說書 你睡覺吧 死女兒 他不是這樣 那爸爸你做什麼 走開 不知道 他不是教你這件事 他不是教你這件事 你為什麼會理解到這套電影 教你狗的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個解讀是有些搞笑的 但我的確認識到一些媽媽級的人 是 不會是你姐姐吧 不是 你姐姐沒聽到這個節目嗎 姐姐也沒有 發給她 小坦坦會怎樣 我姐姐一定是 我家一本是選一個女戲 我會看到一些媽媽級的人 會覺得 不應該讓小朋友看這套電影 原來這些文章真的會影響 真的想捏死那些家長 對大人來說 看這個提護味是不同的 的確 小朋友可能未理解到 為什麼他會忙到 沒有時間放假 這件事也會有機會 好 還有我想 因為我看那場是早場 基本上 艦院有絕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驚人 是啊 就是小朋友 九成包括你是小朋友 哈哈 是啊 我也是小朋友 是啊 我看那些小朋友反映 其實小朋友的世界比較簡單 我想這套是大人看 你會觸摸的位置比較多 小朋友看其實是很簡單 但還是看到泡泡很可愛 跳跳褲很可愛 他們很有趣 追車很刺激 還有一個冒險的故事 他們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反而不會說我會覺得是 是啊 他應該理解不到的 他理解不到的 但他會覺得是很有趣和很可愛的 我覺得可能你要他即時明白整件事 有些難度 或者他們未必經歷過 看到吐血 然後很想可以放 很想可以休息 不是的 其實現在小朋友應該正在經歷 看到吐血 但是他不懂得有這個感受 但家人應該不會讓他有價格 我覺得是 你從小到大 讓他接觸到這個意識 對他長大也有幫助 反而我覺得這套戲其實很正面 我不知為何可以解釋到這麼負面的人 因為是小朋友 不是叫我 因為已經 因為那些人已經 做不到 他那些就是做了Robin 那些已經是回不了頭的那類 所以 他是在用 因為那套戲的概念 是在挑戰他自己的價值觀 他當然要說 不然是 如果你能夠獲得到那個訊息 而令你好的 那當然是好 但是他覺得這樣是在摧毀他 所以他不是要防守嗎 他不是就是Robin的上司 他跟他說 放假 不是 他放假的 他打過 不是 他跟Robin說 你放假 追求夢想是有代價的 不是香港的老闆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大致就是這樣 我自己其實是很喜歡這套電影 我很推薦大家入場看 雖然你已經被我的劇集透了 但是我覺得你自己看一次去感受這套電影的訊息 而且我覺得他裡面有幾個畫面其實都很有意思 例如剛才辛勻說他老婆如何相夫教女兒的兩幕 或者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女兒和幾個角色一起去找回Kristal & Robin 我跟小搖大家看到的也有一點不同 或者看到兩面 其實同一幕他有兩個功能 所以這套電影其實我覺得是挺豐富和挺精彩的 可以一致的 阿森又說其實這套電影 與其說是給小朋友看 不如說是吵醒一些大人 我覺得是吵不醒的 很認真的 提醒 抱歉 我也不喜歡 其實我覺得你是原本有這樣的想法的人 你會獲得共鳴 但是如果你想透過這套電影 即是他有目的叫吵醒那些 就像剛才Sunny提醒那些媽媽的話 那抱歉 第一 本來大媽是不醒的 媽媽本身是不會醒的 大部分的媽媽都是不醒的 所以其實是 我會覺得他不會有這個功能 因為他本身就會防守了 我會覺得就是你本身都是 即是有這一類人 即是你本身都會心裡面有個小花園的這一類人 你會有很大的感動 很多感動位的 因為尤其是當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面對工作壓力 或者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的感動位一定是會越多 但是 哇 那你真的很大壓力 是的 是的 不好意思 就開始哭了 是 還沒死 但是 反過來 如果其實你心 我會說你真的200%生活在現實世界 你是很接受這個世界的規 即所謂這種規條弱肉強食 你是不需要這些什麼夢想小花園的人 那你會覺得這套戲甚至是無聊的 我會覺得他也是看的 他純從 劇情來看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冒險故事 是的 如果按照你剛才那種價值觀的人 他就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是的 但是我會覺得 坐在那裡的人應該不是 是的 否則不會坐在那裡 剛好就 或者如果真是說 好像森哥所說要吊醒一些大人 是那些 他忘記了自己曾經在心中都有一個 這樣的秘密小花園的 很多人都還在心中有一個隱藏的風扇 電腦裡面有一個隱藏的風扇 寫著近平與我 1999年會考 不好意思 那你都隱藏了 名字什麼都沒所謂 那就是那個小花園 可能還能把他緩醒 Series A播放多東西 Series B三上 到我吉澤 那些是1996年的會考 會考PASS PAPER 是的 今集節目時間到這裡 很感謝兩位嘉賓 也很感謝我們聽眾 跟我們分享很多東西 節目時間到這裡 不妨礙小花園 看她的姜BB 你還沒看啊 今天還有嗎 買她昨天還沒看 今晚也有的 其實今晚也有她 好啊好啊 那我們現在現場直播 不妨礙小朋友 不然會被人拘捕 好 今晚節目到這裡為止 就是這麼多 拜拜